红色高跟鞋完全满来了 故事来自网友九亿少女的噩梦 那么这个事发生在14年左右 这个九亿刚参加工作 工资很低 为了省钱找了一个比较远的老旧小区 大部分住户都是老年人 那种七层的老楼 没有电梯 每层两户 门对门的格局 这个九亿住四楼 刚搬过去倒也没什么 只不过他住的四楼楼梯口 总放着一双红色高跟鞋 当时就以为对面住了一位美女 还想着说有时间可以认识一下 所以没有太放在心上 那么直到半个月后 有天早上这个九亿睡过头了 就赶着上班太过匆忙 走楼梯口的时候 就不小心把那双红色高音鞋贴了下去 这个鞋子顺着楼梯扶手之间的缝隙 掉到了一楼 因为害怕迟到 所以九亿并没有把鞋子给捡回去 就想着说高音鞋的主人如果看到 应该自己会捡的 然而等到晚上他下班的时候 就发现那双鞋还在一楼躺着 没多想 这个九亿提着鞋就上楼了 到了四楼把鞋子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敲对面的门 想着说给人家道个歉 但是敲了半天也没有人搭理 想着说应该是人没有回来 九亿就自己回屋了 好了到晚上十点多 这个九亿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小说 突然就听到门外传来高跟鞋走路的声音 以为对面的邻居回来了 赶紧起来想出门跟对面说一声的 结果一打开门 人没看到 只看到那双红色高跟鞋就放在自己家门口 鞋尖正对着门 九亿就很纳闷 把这个鞋子再次放回到原处 又去敲对面的门 仍然没有回应 他就回屋了 好到了夜里 这个九亿睡得模模糊糊的 突然被一阵动静给吵醒了 老房子不大七八十平 而且卧室的门正对着房门 所以听得很清楚 是那种嘶啦嘶啦嘶啦 拿指甲挠门的声音 让人很烦躁 这个九亿就起床 可是等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声音停了 他就趴在猫眼上往外看 黑咕隆咚的 什么也没有 那么一想算了 刚准备转身回卧室 他突然想起来个事 他们走廊有感应灯 刚才挠门的声音那么大 应该亮了才对 自己走过来 也就十秒不到的事 按理说这个感应灯 至少得亮半分钟才会灭 但刚刚自己看猫眼 外面怎么一片漆黑呢 那么想到这 他又趴到这个猫眼上 往外看 仍然是一片漆黑 他就以为自己想多了 正准备走 没想到 猫眼外面动了一下 这个九亿呢 是直接下的一屁股 坐到了地上 因为刚刚并不是 走廊的灯没有亮 而是 当他从这个猫眼 往外看的时候 有一只眼睛 正从猫眼的外面 朝里看 他们两只眼睛在对视 而刚刚猫眼外面 动了一下 是因为那只眼睛 他眨了一下 那么缓过神之后 这个九亿就很生气 想看看谁他妈的半夜不睡觉 你趴在别人的猫眼上 看什么看呢 当时就一把把门给打开了 然而 门外没人 一个人也没有 但是 那双红色高跟鞋 又出现在 他的门口 这下呢 他慌了 头皮都炸了 立刻退回到屋子 关上了门 当晚呢 是一夜没睡 把这个屋子里 锁的灯都打开了 好不容易 挨到了天亮 给公司请了假 随后呢 左思右想 就想到了自己一位神叨叨的朋友 这个哥们呢 平时就喜欢民俗方面的东西 说话 办事都不像正常人 但这个时候呢 就成了九亿最想见的人 好在这个朋友呢 平时也闲 很快就赶了过来 把事情一说 朋友呢 让九亿去买一袋面粉 给整个屋子的地面 都撒上一层 原因呢 他也不说 只说到了晚上 让九亿啊 关灯睡觉 听到东西也别睁眼 然后呢 把房子的钥匙给他一把 他早上呢 会过来 按照朋友的要求 折腾完 已经是半下午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的一宿没睡 又折腾了大半天 这个九亿啊 很累 躺下就睡着了 等到第二天 他醒过来的时候呢 朋友已经来了 就坐在九亿的床边 跟朋友讲说 嗯 自己睡得很好 应该没什么事 那估计是有人恶搞自己 但朋友听完之后 摇了摇头 就伸手往地上一指 说你看 顺着这个手指的方向一看 九亿差点尿了 这个地面上的面粉上 有两排脚印 一排浅浅的 运动鞋脚印 很明显是朋友的 而另一排呢 是一排黑色的高跟鞋脚印 前面尖尖的 呈三角形 后面一个圆点 那肯定错不了 且这个高跟鞋脚印 最后消失的地方 就在九亿的床边 鞋尖正对着床头 难不成说 头天晚上就有人站在床头 看到他一宿吗 那么想到这儿 这个九亿的后备是一阵发寒 问朋友 哇 这是什么情况呀 朋友呢 也不说 就说了 要不信这样兄弟 你搬走吧 说实话呢 当时九亿很怕 很想直接搬走 但是 刚上了半个月的搬呀 工资也没发 吃喝都成问题呀 实在是没有条件 再租一间房子了 那把自己的窘境一说 朋友叹了口气 说这样吧 我试试 看能不能帮你 然后呢 让这个九亿去找来 一斤鹅粪和一斤鸡粪 还有六斤六两 煤灰 参在一起 放到他的床下 随后呢 这个朋友又拿来两个碗 放在九亿的床尾 碗里放上五种穀物 又倒上 刚好没过穀物的水 之后呢 在每个碗里 插了一炷香 就看到这个九亿是一愣一愣的 问这什么意思 干嘛的 朋友说这个叫五龙浮水镇邻居 这个九亿呢 当时就很惊讶 说这个哥们 你怎么会这种东西呢 这个朋友呢 只是说笑笑 说这个东西你不用知道 但如果明天还有问题 那么无论如何 你都要搬走 还有很多细节 但由于时间久远呢 这个九亿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 第二天呢 他是搬走了 工作也辞了 因为那天晚上 他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场景 就在九亿的卧室 一个女人 整个身子 倒掉在他头顶的天花板上 脸都快跟他贴上了 两个眼睛盯着他 这个舌头呢 就打拉在他的脸上 当然并不像恐怖片里那样 蓬头垢面的啊 就是跟普通人一样 一个普通女人 但是九亿呢 他的确是被吓醒的 醒的时候呢 已经是早上五点多了 那起来一看呢 箱已经断了 腰斩的 这个碗呢 也裂开了 但没有碎 那么七点钟左右呢 朋友来了 就拉着这个九亿呢 就走了 房租都没有退 后面呢 就找人打听了一下 他对门的那个住户 是个女的 三人来岁 因为赌博被逼的 上吊 嘎了 红色高跟鞋 是他生前最喜欢穿的 所以说兄弟们 远离赌博 好了 我是老彪 下个故事见